小安 您好 歡迎收看一電視整點新聞 我是湘元 新聞一開始帶您來看到 有一名竹聯邦的毒販 兩年前被派出所的警察跟監 當時是成功的甩開他 還嗆下說抓不到他 不過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這個被嗆的遠警考進偵察隊 後來加強了偵辦技巧 掌握這名毒販要從中部北上來賣毒咖啡包 也摸清楚他的強力地點 發起攻堅行動 這次成功逮到他 特勤破門 目標就站門後面 立刻一擁而上 遭到制服的蔣信男子是毒販 白天不外出 躲在三重這間出租套房 凌晨才出門交易 趁他補眠時倒破毒窟 背負多條 通極著蔣信犯險 北標是新北地區常理 販賣毒品的來做維生 作為逃榜旗艦的盤產 臺北市行大查扣上百包毒咖啡 成分含有卡西桶 這次初級除了阻斷毒品流通 承辦員警也報一件之仇 兩年前還在北投分局任職時 只要抓正名毒販 卻讓他溜了 楊信員警後來進了偵察隊 持續關注蔣信毒販動向 發現他最近在台中待不下去 躲到北部 由於他所屬的竹聯邦紅人會 一向火力強大 警方做好互相撥火的準備 所幸情報精確 抓準了毒販作息 不費一槍一彈攻堅成功 記者綜合報導